美國有很多學術心的文章都說過 一個民主國家 尤其是總統制的國家 在總統交接期的國安是比較 風險比較高的 是 尤其是換總統 所以在之前要先管控好 風險要降低 對 而且川普也講了 他說我絕不認輸啊 然後如果選票有問題 他是不接受選舉結果 再加上三年多前1月6號 那個國會的事件 所以變成所有的分析家 腦袋都有一個當時的景象的 那個照回來的 算是陰影 對 陰影 而真正的問題是在於 我們接見外賓有拓展國際關係嗎 有沒有實質上拓展國際關係 那個太平洋島國論壇 那個真的 對 到幾個小時 我們錄影前幾個小時 又再重新貼上網站 台灣那個就整個被拿掉了 這就是過去24小時之間的事情 觀察員的部分 如果我們現在是 川普的 campaign team 我很緊張啊 因為我被黃金交叉以後 CAMELA一直沒掉 就是說距離 雖然普選 就是全國性民調不一定會決定勝負 是 誤差範圍 那個每一個民調 有的很大 有的誤差範圍超過4% 所以我可以說 那不做數 可是超盤選舉的人 會緊張 因為 8月5號 黃金交叉以後 沒有反轉現象 還在拉盪 拜登總統他不會續任 所以他是駁押總統 但是絕對不是垃圾時間 他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即便他即將要交接了 對 那麼因為選舉結果 雖然不知道 但是拜登有責任也有義務 因為畢竟歷史怎麼寫他 也不會故意忘記他退選以後 到離任之前這一段 所以他會把它放在心上 第二個你看這次的溝通 這個Sullivan 見的三個主要的人 這個除了跟王毅 兩個人臉上表情沒有特別以外 其實張宥霞就公佈的照片 習近平跟張宥霞的笑容是 有一點燦爛的 是 所以 因為我 因為照片可以選擇公佈 因為照片一定拍很多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 也不要去做太多的那種幻想 習近平見面是表示尊重 張宥霞 雖然是中央軍委副主席 也有人說 那個美國國防部長 擠牙膏擠了兩年多 就是見不到 其實 其實張宥霞也是 因為是中央軍委副主席 所以他也是中共國安委的常務委員 所以換句話說 美國的國安顧問跟 中共中央國安委員會的常務委員 張宥霞見面 也並沒有特別層級的問題 或者是故意不給美國國防部面子的問題 那為什麼要見張宥霞 就很清楚了 那中國大陸也願意讓張宥霞跟他見面 這個訊號也很清楚 就是 什麼樣的訊號 美國總統在選舉 未來中美兩個大國 還有非常多面向的長期的 不管是競爭對抗或合作 路要走下去 所以在現階段這段時間 大家不要有這個讓對方意外的 大家平順的走完這一段 那中國大陸也在估算 因為全世界都在看美國選舉結果 對 選舉結果出爐 確定以前 這個結論的 你總要留一個paragraph 留一段 你可以前面先寫 但最後一段要等 最後一段要等選舉結果才能寫完 第三個就是 其實 美國有很多學術性的文章都說過 一個民主國家 尤其是總統制的國家 在總統交接期的國安是比較 風險比較高的 尤其是換總統 所以在之前要先管控好 風險要降低 對 而且川普也講了 他說我絕不認輸 然後如果選票有問題 他是不接受選舉結果 再加上三年多前1月6號 那個國會的事件 所以變成所有的分析家 他腦袋都有一個當時的景象的 那個照回來的 算是陰影 對 陰影 就是說那1月6號 明年1月6號 今年投票到明年1月6號 就是兩個月 對 那如果有任何一週他的票要重演 或者是因為一週的選舉人票 會反轉選舉結果 那可能就他的就不像 Al Gore跟那個George W. Bush 在佛羅里達的那麼輕鬆 那個時候也張力很大 如果不是高爾自願承認 這個驗票結果 不然的話這個 所以這一次的情況 所以美國自己有很多風險 他自己要管控的 那當然就是剛剛雷倩講的 就是你怎麼能有3rd front 你在開第三戰場的話 美國也吃不消 對中國來講 他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跟美國鬥 所以大環境是如此 那最後我要講的一點 因為這個高級別對話 我們從三次是在第三地見面 然後這一次是美國國安顧問 到了北京 這個面子也是非常足夠的 就是說這個對話是到你家來 而且談的是更深一點 對 那麼這種戰略對話 事實上是非常有必要 能夠恢復 它也象徵了階段性的穩定 所以它也不算是一個過場而已 不會 不會 這一次 反而我們要抽絲剝繭 我最喜歡查的就是 中國大陸方面公佈的會談內容 跟美國的read out 兩者有什麼不一樣 差別在哪裡 你這一次的觀察覺得這雙方有哪一些的異統在 美國的read out都很短 都是講一講大原則 對 然後中國大陸說美國在會談中答應承諾 對 或是表明 對 有很多東西是在美國的正式聲明中間沒有的 沒有的 就像是這個蘇立文他所說的四部兩 這個 兩無異 兩無異 這個部分 其實它似乎沒有 這一個 其實我自己從事過外交工作 我自己也很糾結 你跑去問美國人說 大陸說你們有講 那美國人 美國人有的時候他會不回應 有的時候他會說 北京經常灌 就是用他們自己想法 我們每講的東西他也寫進去 那我會考慮我有沒有被忽悠了 對 或是美國有沒有跟我講實話 這些都是我們在分析的時候 不同的情境不同的case 我們要去拿捏的那個 剛剛葵柏說的那個就是debriefing 演得很棒喔 很有誠意喔 坐在你對面 說我們最近去了北京一趟 那回來 在華盛頓跟我們做簡報 真的還帶了當時的筆記本 密密麻麻的字 然後還說還翻 那我再看看還有沒有講到台灣 那個整個場景會讓你感覺 他真的全部都跟你講 有誠意的感覺 非常有誠意的感覺 但是會怕 當然啦我們有些時候做 政府宣傳的就會做這些統計數字 是 今年暑假我沒有出國 過去100天或103天 就是從他就職開始 我接見的外賓至少也有40團 換句話說 人家來台灣有的是暑假 是 或國會休會可以旅行 對 有的是因為你就職 那總統就職本來就會有團 可是很大一部分 是因為暑假期間或國會休會期間 有很多外國人可以旅行 他們跑來台灣 這是一個 更大的一點是因為台灣 現在是打卡的熱點 是 就是很多沒有來台灣 或者是來台灣要累積 那個旅程卡的 就是說我來了十幾次了 這些好朋友他們來 我們都很高興 所以那個統計數字 對我來講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而真正的問題是在於 我們接見外賓有拓展國際關係嗎 有沒有實質上拓展國際關係 那個太平洋島國論壇 那個真的 對到幾個小時 我們錄影前幾個小時 又再重新貼上網站 台灣那個就整個被拿掉了 這就是過去24小時之間的事情 對就是過去24小時的事情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自我安慰 說歐洲來集團 相談甚歡 悲狐交錯 可是我們現在 中華民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地位 越來越弱化 那麼所以這個 我們現在非常集中在 我在報紙寫的叫做本土作戰 本土作戰 就是我們所有的政治 政治人物或政治領導人 不管是被動或主動 都一直拖不開內部戰場 或者是內鬥戰場 所以對於我們外部的風險 反而沒有去看 那個剛剛雷倩講的一個關鍵點 我在這邊再reinforce一下 過去相當一段時間 美國都只講不支持台獨 那四部一無億或兩無億那個部 只有講不支持台獨 但這一次中國大陸release的那個 就是會談紀要裡面 又把過去講了那個不支持兩個中國 或一中一台又拿出來 其實這是他們的標配 對過去喔 那個他們一定會講的 不支持或反對兩個中國 其實就是兩國互不隸屬的停止法 那這個不支持一中一台 其實就是2758號決議案 在短期內不會大肆宣揚的一種宣告 所以它是有意義的 我希望政府有人看得懂 心裡面多一點問號 去再去抽絲剝繭 可惜我們現在高層對話已經對過了 因為照理由不應該公開的 吳釗燮跟林家龍去美國 這個不應該對外公開的 結果也報導出來 你覺得對台美關係好嗎 美國會更信賴嗎 你這種你不要把這種高級別對話 或者是所謂高層對話 拿來做內宣 其實這對台美關係不好 不管是電視訪談 或者是我們準備要看的這個電視辯論 賀錦麗她本來的強項 她可以去凸顯的就是人格特質的不同 就是把川普的人設等等問題 還有她過去的一些座位 那賀錦麗要提很多政策 其實她最早提出來 其實也提的就只有經濟政策 那這次訪談也是談經濟 一方面她是選舉的時候 大家最關心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方面她經濟有很多內容 其實在美國是有值得辯論的 或是不一樣的 她第一次發表政策演說以後 馬上一個梗圖就出來 把那個共產黨的那個CO改成KA 叫做Communism 就是用她的名字 卡馬拉的卡 對 卡馬拉的卡 跟共產黨的communism 她把它置換 就等於是用一種梗圖的方式 讓人家很快感覺 她提的政策是不是 那個相對社會主義 或相對 馬克思主義 相對左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 當然剛剛其實真正觀察點 那個雷倩剛剛講的是 你中產階級 一般民眾的那個感受 因為票票等值 每個人都可以投票 不是華爾街說了算 那所以美國到底中產階級 有沒有被消滅 這個已經很多人寫過Paper了 就覺得說那個貧富差距 已經到了美國建國以來 很少見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我覺得賀錦麗 在政策上面她不笨 她應該如果功課做得夠 花的時間夠 那個讀懂幕僚寫給她的政策建議 然後跟她有一些討論 應該會內化 因為我比較擔心的就是辯論的時候 因為川普畢竟做過四年的總統 對 她有些東西可以 憑她的印象跟記憶來回答 但是CAMELA就不一定 那所以我們在 我比較會等到辯論完兩天以後 看完民調我才去 再評論美國大選的可能結果 那個雷倩講的攻擊隊 並不是口語上的那種攻擊 就是足球的那個攻擊隊 就是你一直在往達政的那個方向挺進 看多少碼 我覺得她包括她坐巴士去搖擺州去繞 這些是公式的 她體力比拜登好多了 那麼所以我覺得那個 我們現在大家都有共識 不需要專家 就是搖擺州的那些人民 決定全世界的命運 因為美國選舉結果就是這幾個關鍵州 那關鍵州的民調我們看了 我自己看了很長一段時間 就是每一天都看 但是都在 絕大部分都在誤差範圍內 所以你有感覺 譬如說北邊的那幾個州 可能最後CAMELA可以拿到 那南部的搖擺州不一定 你只能有一個印象 但是甚至你不敢在媒體上說出來 因為就是都在誤差範圍之內 但是目前的民調看起來 是不是相較於 就是賀錦麗當初 才一開始接受要參選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的聲望來看 是不是稍稍微的有稍微講 淑芬我們要反過來講 我們要反過來講 如果我們現在是 川普的戰鬥團隊 我很緊張 因為我被黃金交叉以後 CAMELA一直沒掉 就是說距離 雖然普選 就是全國性民調不一定會決定勝負 誤差範圍 那個每一個民調 有的很大 有的誤差範圍超過4% 所以我可以說那不做數 可是操盤選舉的人 會緊張 因為8月5號黃金交叉以後 沒有反轉現象 還在拉大 這個就是你從川普的陣營來講 搞選舉的人 每一天起來都不是好消息 你一定要想辦法把它 再反交叉一次 下一次可能是辯論的時候 所以我們才在等辯論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